补充两个风险 因为刚才在跟您女儿连线的时候 他提了一句话 如果您还不上 未来都是他来承担 这里面我要提醒您 不管将来 下一步咱们采取什么方式 首先 现在从法律文件上 付款的义务人是您 不是女儿 到任何时候 不要把付款义务人 嫁成女儿 不要让他裹进来 他可以在旁边帮忙 但是不要让他直接参与进来 这是第一个风险 第二个风险 不管家里被逼到什么境地 不要轻易地去拿房子 进行高额的贷款 一旦进行高期贷款 很有可能让您家雪上加霜 一定慎重 就这两个风险提醒您一下 我之后没办法 我才找着您的 我们给你的建议 我说了一件别生气 你与其奋力地打这个官司 还不如想办法把钱能给了他 通过房屋的出租 其实你女儿说的那一招 是完全可以的 回去慎重考虑一下 好吧 我们着急做决定 来 刘老师 刚才我说了 有一个挂号的概念 您打了十年官司 打得个稀了糊涂 到现在都不知道 您的官司问题出在哪 您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但是律师告诉你了 下一步要挂这个号 是到哪挂 挂什么号 您要先把这个思路稳定下来 别纠结在我委屈 我冤枉 当然了 面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 今天这位老大姐 真是我们所见到的 众多的当事人当中 一种典型性的男人物 没有任何的风险意识 现在亡羊普劳 有可能会为时晚矣 您这是个教训 希望您把心情放平静 按照律师所说的 挂号的程序 重新启动 我能不能解决 这个问题的方式 好吗 好吗 好的 想念 我是 还 我觉得